戏法人年未变 各有巧妙不同 但是当台湾的芒果 遇上了菲力牛肉 会演变出什么样子的好料理呢 今天十全十美 要教给你做一道 夏季的开胃菜 鲜芒果牛菲力 大阴阳天 也可以拥有清爽的空间 一颗颗圆滚滚的白色雪球 淡淡的伯爵红茶风味 以及细致绵密的 特殊口感 组合成了今天的这道甜点 红茶雪球 拿手烤菜 我们今天为你介绍的金牌主厨 邱平鑫 邱师傅 他是台湾现任八大名徒之一 现在在雅都荔枝饭店 担任行政主厨 他在这一行 已经有35年丰富的经验 而且多次获得 烹饪比赛的优胜哦 他写的杭州菜的故事 就是只要看过的人 没有不夸他好的 而且他最擅长的就是东锅肉 看他煮饭真是一大享受 不信 一定就看 讲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鲜芒果牛菲力 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有哪些 第一个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准备一条上好的菲力牛肉 一条 一整条放在这边 另外呢 我们今天准备五根的青葱 洋葱 我们准备半个洋葱 另外芒果大的芒果 我们准备一个 调料的部分 我们准备适量的盐 适量的糖 一点点的淡色酱油 还有适量的太白粉水 勾芡用的 这些材料就是制作鲜芒果牛菲力 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了 上一次啊 邱师傅介绍我们吃鸡肉搭配苹果 好吃得不得了啊 对 尤其是提到水果 其实每个人都非常喜欢 因为在台湾呢 其实是水果芒果 一年四季都有非常好吃的水果 但是我想提到芒果 不管是土芒果 洋芒果 或者是现在的金黄芒果 大家都非常喜欢 芒果好像台湾生产的 在东南亚其他国家 也算是很不错的 品质最好的 品质最好的 你看那个土芒果 你吃了一个两个不过一样 香味好香啊 这改良芒果也是很好 是是是 而且今天师傅呢 是结合这个牛柳 一般人喜欢吃菲力牛排 它是跟芒果搭配在一起 等于是中西又要合并 又要合并 对这个邱师傅来说 那一点都不难 一点都不难 他教我们怎么做 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这个是材料的问题 好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吃过 这个芒果炒牛肉 对 可是他就用那种腿肉部分 腿肉的部分 然后要加点苏打 把它划起来 我们今天是用这个 每个英格式 有名牌的牛肉来做 叫得出名号的 也就是说 他就是等于说 我们餐厅吃牛排的牛肉来做 餐厅的牛排 对对对 是 那当然我们前进的 芒果这种 芒果这种 这个叫金黄 金黄芒果 这个芒果大概五年左右 才那个 适中成功 它不太甜 对 但是很香 很香 比那个我们的什么艾文 那个好的 好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肉把它剔出来 果肉取下来 所以它的甜度不是那么大 比较适合来做料理 对 对不对 而且它的纸又少 对 尤其很多人喜欢吃芒果 不管是芒果冰淇淋 芒果的水果本身都非常美味 我们把肉把它剔出来 对 今天还要做料理 大家可能觉得 这个芒果我要把它剥掉 取它的肉 不是不好处理吗 看看 今天邱师傅 又要来变戏法了 一片把它取出来 这皮把它拉出来 就可以 吃下来就可以 因为你用手 沾到的地方 越少越好 越好 它会烂掉 这样就轻轻松松 可以把这个皮给剥下来了 平常在家里面呢 吃芒果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对 平常就不用担心 喜欢吃水果的人 他一定自己 舍不得糟蹋 对不对 就会把它吃得干干净净 可是做料理 如何能够 取出最多的果肉 做出好吃的料理 才是比较重要的 今天这个等于 也是中西合并 对 因为把这个牛排 结合 好的牛肉 这个不是手艺的问题 是说你 本身的材料就好的 很新鲜又好 做好 怎么这个肉 剥出来 大块大块 不要那个切小块的 是 我想这种水果在烹调的过程中 它大概是热就好了 热子都是热就好了 你不要把它煮熟 芒果就是熟的东西了嘛 它可以生熟嘛 嗯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样水果加热的时间 就不要不宜太长了 对对对 邱师傅这也是你的创意菜哦 我想这个是 我们也是借的 借别人做的那个 这个水果菜很多人在做 对 但我们要看它的优点切点嘛 是 我们今天做的时候把它 在做改良 把它优点把它做出来 嗯 切点什么都不要 牛肉它使不着用好的牛肉嘛 嗯 所以我们今天用最好的牛肉来做 是 然后把它切成 比如说一个人吃两 一片两片这样子 切好一样啊 算好数量 看看牛多少人吃 是 最重要是 我们就用中国式的煎牛排 对 中国式煎牛排 就是我是以研发出来的 嗯 我们先放点水 那个酱油 用颜色比较浅的酱油 酱油对 最重要嘛 我们要加点糖 糖 中国式的煎牛排 对 因为牛肉跟糖一结合的话 它味道会更鲜美 然后这个加点太白粉的意思就是说 跟我们淹的一样就是说 预防它这个 这个胶的过程 它里面的水分也流失 所以我们用点那个 太白粉 还是要形成一层保护牛肉 在这个肉的外表 一般西餐的 它是用直接下去煎嘛 是 这煎的话 它有时候的话 它的水分也会流失一点 流失掉 对 那我们这个这样做就比较不会 嗯 所以呢尤其是这样子的那种制作方法呢 交给家庭主妇 对 那家里面制作起来呢 煎的话 即使火头拿捏的不是那么的好 这样也不会让养分 那这个牛肉煎的时候大概我们再煎三成熟就可以了 先煎三分熟 对对 先煎三分熟 还是只要煎成三分熟 只要煎三分熟就可以了 哦 然后因为加上我们这个芒果再加到那个有点热度的话 它这个熟就熟 好 好 我们就把它用个平底锅 先把这个锅 就要这样就可以了 对 不用这样子 不用沾太多 对对 只要一盛就好 薄薄的薄 可以 把它煎好 油的话适合需要 油少一点 煎啊 煎的少一点油 好 火把它关掉了 一样的 嗯 好了 锅子烧热了 加油进来 那把它火是关掉的 这个 我咱是 重多数煎牛排 对对 用个平底锅 对对 这样子我觉得家庭主婦学起来实在太容易了 可是这样的话对家里面菜色多了一道变化 又多一道选择 是是是 你看搭配是芒果 我想好吃的东西啊 不用吃太多了 就是好了 就是吃一点 伺可而止 对 吃卡 欠成 哦 但也不贵啦 它就是说你 哦 大概三成熟就可以了 嗯 虽然在锅上加热 哦 但是因为是平底锅 所以呢 只要火候不太对 温度稍微高一点 就可以马上 锅关掉 对 离火 哦 马上离火 尤其是像煎牛排 其实这火候控制就很重要 是 所以主人要吃五分熟七分熟对对对对对 随着整个拿捏是蛮 不能太老嘛 老的快要好吃 锅子是死的嘛 对 人是活的嘛 不一定锅子一定要长在炉上面 对 可以随时要拿起来 这个叫三参熟 三参熟 三参熟 对 哦 洋葱 这个不要什么放姜啦 放什么酒啦 什么都不用放 都不用放 都不用放 对对对 我们现在加点盐啊 加点糖就可以了 我完全在挑战西参师傅 西参师傅这时候恐怕就要拿了大瓶什么白酒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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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轻松松 对啊 如果说做到你完全在你的掌握中的话就很轻松啊 好 好 加点水 这时间我们换点盐 好 小许的盐 因为盐啊 跟这个芒果酸味的话 它会使芒果香味更香 加点糖 因为糖在表面上呢 你入口那个感觉 有那个糖的感觉 是 是 废好用啊 我们就把芒果放进去 好 你后下次人家邻居按门铃 你们家在煮什么 在煮芒果 这蛮特别的 对不对 芒果刚才讲过的 热就好了 热就好了 不用锁 颜色又很漂亮 对对对 颜色真漂亮 其实你没有搭配牛肉酱油 已经蛮漂亮 食欲大增 稍微热一下 像芒果凤切太小块 太小块的话 就吃不过瘾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牛肉 推力放进去 好了 三分熟的牛肉 重新入到锅子里面去 那像要起锅之前 牛肉应该要到几分熟呢 大概 不会超过 六分熟左右 六分熟 要吃的话 粉嫩粉嫩的感觉 好过瘾 好过瘾喔 所以刚才那个 那个步骤有没有 那个 酱油啦 太白粉啦 那个 动作不可以少 那个很重要 好 我们剥一点薄切 四五勺的太白粉水 勾起薄薄的一点点的芡 而且起锅之前的牛肉大概也六分熟了 好 这个如果端上桌不跟家人说的话 某一下菜还以为是像什么南瓜上桌了 哦哦哦 很香很香很香 不是地瓜的感觉 很香很香 就是芒果 这个牛肉拿到上面来 我整理一下 这还有一点葱花吗 对 塞一点那个绿色的葱尾巴 那绿色的葱 我再做点颜色搭配 好 芒果牛菲利 哇 好香的芒果牛菲利 制作完成了 赶快尝尝看 这个鲜芒果牛菲利 你看这个芒果看起来也很好吃 先吃芒果还是 我觉得先吃 我两个都完全不一样 你就是吃芒果 我就是吃菲利牛 嗯 哇 这芒果在这边 唇齿留香 非常的甜 然后搭配了还有一点洋葱的味道 可是呢 有一点点咸带一点甜 但是最少是芒果 我相信一炒完 如果很热的话很香 非常好吃 中国料理里面 多加了酱油 是百分之百的中华料理 这菲利牛肉呢 吃起来的时候呢 有点酱油的味道 嗯 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出这种事情来 嗯 我们那个 我们楼上的法国菜 嗯 看我这样做它气死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中国菜的它整个呈现 跟鸡蛋不一样 嗯 嗯 我们中国菜大部分都在热嘛 对啊 对啊 热的话 你这个稍微冷一下都不好吃 所以那个里面的蛋白整个水分都流失掉 嗯 就差了 如果煎了这一层 但是你又看不到 对 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对不对 你说那个外国菜 看你这样做它气死了 气死了 那你有没有让它尝尝看呢 对 它 像我们这个虾子做法 对吧 它这个羡慕的步骤量 嗯 它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虾子 对 因为他们常外国人 就发现他们就是有时候去烤肉啊 BBQ啊或一些煎 海鲜到他们手里面 并没有办法烹调出一些美味 像美国东外就不太会煮 可是像你在这边吃的 你会发现这个 你看这牛柳这么好吃 那么嫩 那个汁也是 而且这个芒果呢 非常的鲜美 邱师傅你没有请那个外国师傅吃吃看 对不对 他看着你这样子 说哦 你外国的肉这样子做 他气死了 但是他如果尝尝看啊 他发现他自己做不过你啊 他会回家呕死 但是今天呢 我想最棒的就是邱师傅呢 分享给十轩师妹的所有的观众呢 你自己可以尝尝看 芒果不仅是水果 而且可以上桌上菜 它配到牛柳呢 我想也是非常美味的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邱师傅 介绍这么好吃的鲜芒果牛菲力 好棒的 鲜芒果牛菲力的制作大纲 首先我们将菲力牛肉切成 大约是一口份量的薄片 然后加入少量的酱油 糖和太白粉略为烟泡一下 接着我们起锅 烧热油了以后 将一片片的菲力牛肉放到锅中 煎到大约三分熟 盛出来备用 然后我们重新在锅中加入少许的油 将切成丝的洋葱略为煸炒一下 炒软了以后再加入适量的水和调味料 最后再加入已经切好的芒果块 等到锅中的芒果略为熟透的时候 再将事先煎好的菲力牛肉重新回锅 略为翻煮一下 等到牛肉入味就勾起泼芡 盛上盘中 最后撒上一些青葱花 就完成了这道鲜芒果牛菲力了 熬到了海鲜 看到了没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吧 还有我们现在大清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就来到了东港的鱼市场 为大家介绍究竟哪里可以买到好的海鲜 海鲜究竟如何能够料理出好的菜色来 现在看到这条鱼 这条鱼这么大的鱼 我真的没有见过它是什么样子的鱼 听说一只这个大鱼要十几万 我们赶快来问一下 我们高雄铭园饭店的邱料理长 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金牌厨师 是邱嘉欣邱师傅 邱师傅 邱师傅曾经担任过高雄国宾饭店 日本料理的副厨 以及高雄大巴日本料理的主厨 现在则是担任高雄铭园大饭店 贺日式料理的行政总主厨 他有着丰富的料理经验 邱师傅 是下什么鱼 这是贵仪 贵仪 贵仪 农大 人家的酒饭都在做酒饭的做木 对 农大 那这个是拿回来 要分开一段一段的来卖吗 对 要买 来这里大部分都是整只买回去 再分开卖 去的一块块的扑个地方去对不对 对 那上面贴的这个是 这个是 买的人 还是卖的人 买的人也有 卖的人也有 对 对 之后这个是我要的 就把他大纸巾钓 对 就不会有人动它 就不会有人动它了 那这一只大概多重 差不多有七十公斤重 对 七十公斤重 这一只要三四万块台币 对 对 厉害了吧 这么大只的鱼 怪怪 可以把一个小孩吞下去 吞下去 对 对 这边的鱼肉就很大只喔 对 对 红鱼啊 这什么 红鱼 这红鱼 这红鱼 长得好像凤梨一样 对不对 只加只加 不过这个是大只好看而已 对 这是属于大只好看而已 没有没有什么肉 没什么肉 对对 好 继续往前走 好 这是黄鱼吧 这个鱼 这个黄鱼 对 对不对 这不是假黄鱼 假黄鱼嘛 假黄鱼 对不对 假黄鱼 放的就对了 嗯 这辈子还是头一次来逛 这两个鱼货市场 那这么早的时候来逛 看到这么多的海鲜 这是难得的经验 这海瓜纸现在也是盛产时候 刚好是盛产的时候 对对对 但是一般我平常在菜市场看到的 都有泡水啊 它这个不用泡水啊 这不用 它都处理好了 嗯 你都过去拖拖拖拖 但是这都是我的啊 这冬的就合我的 这个都是我的 这个啊 嗯 嗯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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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这都是活的 对啊 像这个它是你看 它就合 一碰它就合起来了 对对对对 还要烘呢 凤螺 凤螺 凤螺这个东西拿来做 凉拌也是很好 对不对 烤的也可以 烤的你看一只一只都是活的啊 那现在我们台湾已经很少了 很少了 很少了 进口的从哪里进口来的 泰国 泰国进口回来的 哎呦 所以呢难怪大家在外面吃到的一盘 价钱都不便宜 我们现在台湾没有这个东西了 哈哈哈哈 那大小三公斤呢 泰国进口回来 难得啊 这就是活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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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花枝的皮拿来发的吗 它不是原来就长成这样的啊 没有啊 对不对 那这种是拿来怎么样的料理呢 炒的 凉拌的 凉拌也可以 炒九层塔才好吃 哦哦 这种味道吃起来 会不会像海参 看起来有点像海参 对啊 切切啊 脆脆的哦 对 这片一片片一片的 片一片片一片 拿来炒也可以 三杯也可以 或者人拿来凉拌也可以 对不对 擦高端塔想喝起来 嗯 好 对 看了这么多好吃的料理呢 我们再回到饭店里去 今天呢 我们让师傅 用虾子 来为我们做一道好吃的料理 那师傅 会变出什么样子的好菜来 走 回饭店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紫苏洋车虾 知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究竟有哪些 我们需要车虾两尾 另外我们需要少许的海苔丝 鸡蛋 一个 红人参 也就是红萝卜少许 白人参 冬粉少许 紫苏片 紫苏片 我们需要一片 另外我们需要少许的牛棒丝 大约20克左右的面粉 介绍完这些材料 我们赶快来看看邱师傅 是如何利用这些食材 来制作这道料理 接下来呢 今天主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车虾 车虾炸紫苏 首先呢 我们精选那个上 首先我们看到了邱师傅 将两只经过精细挑选留下来的车虾 也就是一般所谓的斑结虾 他们先将虾子的头部切掉 只保留下肉质鲜美的虾身 还有虾尾 然后就可以将虾子身上的虾壳给它剥掉 但是记得哦 虾尾无论如何一定要留着 接着我们就可以进行清除 沙子内沙肠的动作了 他的步骤是 先用刀子在虾背上轻轻划上一刀 然后你就可以用细细的竹签 或者是牙签 或者是您可以直接用手 来将这些沙肠挑出来 因为如果霓裳不清除掉的话 可是会影响最后这个虾子吃起来的口感哦 去除完了霓裳之后 我们看到邱师傅用刀子在虾子身上 轻轻地划几刀 这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 虾子在下锅的时候炸成一团 避免影响到最后盛盘时候的美观旗舰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 将虾子的尾巴也切除掉一小部分 避免虾子在下锅的时候 会有太多的水分 而喷油的情况产生 然后我们再将两只处理好的虾子身上 稍微用手揉捏一番 这样子里头的筋才会断掉 然后我们下锅虾身才会直才会漂亮 接下来就要进行粘面糊的动作咯 我们将20克的面粉加上一颗的鸡蛋 以及少许的水做成了面糊 然后将虾子涂满面糊 外层再包裹上一片的紫苏叶 叶片上面再沾上少许的面糊 以防炸紫苏的时候 因为年薪不老 紫苏跟虾彼此脱落了 接着就可以放到 大约是油温120度的热锅里面 炸大约三分钟左右 再次同时 另外一只虾子 我们也做相同的处理步骤 先沾面糊 然后包上紫苏叶子 最后再沾抹一点点的面糊 让它变牢 好了 下锅咯 在炸虾子的同时 我们来处理一些其他的材料 我们将牛棒丝以及红萝卜丝混合在一起 然后沾上面糊 把它搓成团 面糊的多寡可以按照个人的喜好自行决定 接下来就可以放到油锅里面去炸 同样的道理 冬粉也可以直接放到油锅里炸 冬粉的表面是不用沾面糊豆 但是炸冬粉的时间 记得不移太久 因为冬粉只要一下去炸 就会变得酥酥脆脆 先把冬粉捞起来 如果炸了太久 里面含油量 会影响到最后吃起来的口感 好 我们先把炸好的冬粉放在一旁 接下来就可以处理我们锅子里面其他的材料 等到虾子完全熟透了 我们就可以将虾子捞起来 力取多余的油 记得油温千万不可以太高 否则虾子表面的面糊会炸的黑黑的 而虾子本身还没有熟 力取多余的油分 我们就可以进行最后排盘装饰的动作了 海苔在这边其实只是扮演装饰的角色 我们同样的把它放到锅边 稍微用油轻轻的过一下 撒一点点面糊 让这个海苔能够彼此黏着在一起 成为一个平面 虽然我们经常说食物要吃原汁原味 但是有的时候食物稍微经过一下加工 不但吃起来原味不会丧失 但是在视觉上更可以增加很多美观的效果 好了所有的材料通通都已经处理完毕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排盘的动作了 排盘的时候没有绝对的标准 主要是看个人的喜好 这时候就可以发挥大家的创意咯 选择自己最满意的摆饰 正因为色香味形 四体成为一体的时候 食物才是料理的极致表现 才能够刺激食用者的胃口 这样子就算完成了这道美味的 紫苏羊车虾 最后在上面撒上少许炸好的海苔 你瞧竹篮子成的这两尾车虾 看上去是不是美丽极咯 好了我们赶快来吃一吃这个虾子 看看口感如何吧 在淋湿的时候我们用少许的白萝卜泥 撒上一点点的辣椒粉 最后再加上柴鱼的酱油 哇 完全是大海的味道哦 在吃虾的时候 沾上这样子的佐料 哇 吃起来口感更棒呢 这道紫苏羊车虾 是用台湾盛产的生蒙海鲜车虾 在结合日式的烹调方式 所制作出来的美味极品 油炸过后的车虾 吃起来肉质紧紧的 非常扎实 而且还保留一定的弹性 在口中煮焦的时候 虾肉的甘甜滋味 会随即弥漫整个口腔 让人久久不能够忘怀 其他的 萝卜丝 经过油炸之后 吃到嘴里也可以去除掉 虾子不同的感觉 这种美味的感觉 建议您一定要自己亲手来做做看 体会一下幸福的感觉 紫苏羊车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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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呢 有车虾 还有紫苏 海苔 冬粉 牛邦 还有这个胡萝卜 然后面粉 跟全蛋 那我们在炸这个东西的时候 事实上所谓天妇罗 那调理的方法有素的 也有这个荤的 那今天我们刚刚所听到 像牛庞丝啦 海苔丝啦 这个冬粉呢 基本上都是属于良性的 但是因为紫苏跟牛棒跟胡萝卜呢 在近代的营养学上来看 它事实上还有一些提高人生的情趣 跟兴趣的效应 尤其车蟹 车蝦子呢 不管是小蝦 沙蝦 车蝦 剑蝦 还是龙蝦 它们基本上来讲 那个蝦的蝦背 在弯曲的时候 它跳的时候是往后跳 因为就靠它的前后的这个 脊椎所谓的任督二脉 所以在传统的中国人的养生里面 只要蝦 它本身就不易的效果 跟法国人觉得生蚝 它充满了这个心 就是所谓的高心量 那基本上来讲 龙虾跟蝦蝦 这两个是台湾常见的蝦类里面 含心量最高的 所以各位在调理上呢 也可以考虑用这个蝦蝦 或者是用这一个这个龙虾 来做这个 那蝦蝦头比蝦蝦 就逊色一点 大体上来讲 它有天晴趣 还有意气力的效果 所以腰脚碗落无力 性事不顺遂的 可以偶尔多吃吃 因为炸的东西本身来讲 是左餐为主 不是为主食的 那注意事项呢 如果是腰脚无力的人呢 车虾可以加多 那烦躁不安的 东腾可以加多 所以我常常在讲 日本呢 三重线跟静刚线 它有两大的代表 静刚线就是伊豆半岛 三重线就是伊士半岛 那伊士半岛它的生意人 特别多 因为近大阪 但事实上呢 这个伊士半岛 三重线呢 它的虾特别的美 因为伊士跟伊豆都一样有黑潮经过 但是不管是养殖药 不过海毛也在讲 它的鸣虾跟龙虾都非常可口 那伊豆也不差 如果有机会可以试试看 谢谢 今天我们为你推荐的金牌厨师 是孟兆季孟老师 他从事烘焙教学工作 已经有了多年的经验 曾经在美国的芝加哥威尔顿蛋糕装饰学校进修过 最擅长的就是蛋糕的制作 装饰拉糖还有塑糖等等的技术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有关美食的著作小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红茶雪球 这道点心所需要的材料有哪些 第一个我们看到 我们这边准备的是无盐奶油 90克的无盐奶油 另外呢 我们这边准备低筋的面粉 110克 至于糖粉的部分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的介绍 第一个部分 我们这边准备20克的糖粉 来制作用的 另外呢 我们这边准备适量的糖粉 最后作为装饰用 完了以后 我们准备三小匙左右的热开水 热开水是用来 冲红茶用的 我们这边准备一个红茶的茶包 另外呢 我们这边准备四分之一小匙的盐 以上这些材料就是制作红茶雪球 这道点心所需要的材料了 很多人呢 一提到吃点心 马上联想到下午茶 总觉得在下午茶的时候 喝的红茶 吃的点心非常的幸福 但是如果把茶跟点心揉在一起 又会是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对 尤其是很多人也蛮喜欢喝茶的 其实茶的口味就很多 像现在最流行在日本 应该说是绿茶冰淇淋 或一些绿茶的茶点 抹茶 对 所以就说好吃的东西 其实都不寂寞的 但是今天孟老师给我们带来是红茶 而且这红茶不是刻意替什么红茶广告 而是说用这个红茶来做的口味 会很好吃的点心 那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请孟老师示范好了 是 他今天是红茶雪球 对 我们今天做饼干 雪球只是造型而已 事实上它还是饼干嘛 那我们今天做这个饼干的口味 很有特色就是加这个红茶 我们不但加红茶 不但要加它的汁 浓缩汁 而且它的茶渣也要加进去 都要流进去 这个渣很细 不会说吃到嘴巴里这样粗粗的 不会 绝对不会 而且我们就强调说 尽量如果能够买到伯爵红茶 伯爵红茶就是一种茶的 红茶的种类了 不是品牌了 那它的味道特别强烈 尤其我们在做红茶的慕斯 它味道更好 更好的 尤其调了牛奶之后 浓浓的奶茶风味 调慕斯 味道很好 那像你今天做这个饼干的话 待会你吃吃看 它就有一种淡淡的清香的味道 尤其是像早期 他们很多日本厨艺界 派很多人到欧洲去学点心 所以在日本人他们做点心 也跟得很讲究 但是其实在做点心里面 你要用什么材料就蛮重要 对 很重要 一少了一个味道就变味了 所以说材料用对了 它的味道就会凸显出来了 用不对就 这么吃不出来 对 就算它的茶渣 再细 还是有茶渣 老师 为什么不是用茶粉来会更好 茶粉 我们一般这个茶包的话 它里面就是一种碎碎的茶渣 如果说当然 你不要买这个茶包的话 买一般的这种罐装的 它的品质 它味道当然更重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茶包的品质 也不会太差了 是 我们就直接把它倒进来 你看它很细 好细 很细很细 那尤其待会儿你在吃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不会像一堆的茶渣在嘴巴里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透过镜头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个那个茶渣 应该算是非常非常的细了 对 很细 非常非常细 我们还是要让它出味嘛 是 所以说我们可以倒三小匙的水 那三小匙的水 配正一个茶包 配我们今天的配方 味道 刚刚好 刚刚好 那如果你觉得味道还不够的话 不会 如果你觉得味道还不够的话 还可以再多加一点 对 那三小匙 我们大概就是先量一下了 好 先量一下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也太稀释了 主力要刚好 来拌其他的材料 哦 之前呢我曾经请教过孟老师 我说那个 为什么要三小匙呢 你为什么不用多一点点水 把它直接泡去茶色 他也是配合他的份量 对 孟老师说因为我们的茶渣也要用啊 那既然他在做教学工作呢 所以呢所有材料 把它量化了以后 观众朋友学起来 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 一些比例的话 一般学生刚入门 已经搞不清楚了 是 那还不清楚状况 就做不了 如果说你是泡一个 像一般喝茶的那种 浓度的话 太不够 还不够浓 味道浓满 对 所以说 这样的话三小匙算浓缩了 好香啊 三小匙的话就算浓缩了 我们做这个雪球啊 如果说可以买到糖粉 就尽量用糖粉 因为糖粉做出来的饼干 比较细 很细 它不会扩散 它形状比较会保留 定型 对对没错 会定型 所以其实不同的糖粉 也有不同的效果 对 所以做点心你会发现 不同的食材 它出来的结果 长相 会不一样 有时候自己可以写些笔记 我今天用的是什么东西 对 其实这个蛮好玩的 你就有点这种实验的感觉 实验的感觉 对 如果 如果 不相信 糖粉有这样子的效果 你可以试试看 用西砂糖 粗砂糖 冰糖 其他的材料来做做看 有什么样的效果 欢迎你到我们的十圈十美 网页上头来 跟孟老师一起来讨论一下 对 那我们有一点盐 我们就把它直接放进来就好了 这样是不是比较不会甜过头 对 其实我们今天的雪球 你会发现 它糖很少很少 我们最后做完的雪球 吐火以后趁热 可以塞点糖粉 在表面 那它更有口感 而且很香 口感蛮好的 尤其是我们就说 今年暑假 很多小孩子在家呢 陪着妈妈没事做的话 你快来做点点心 对 要很好玩 夏天的时候 外面呢 不管它吃的 夏天 后来一阵雨 或者是呢 天气太顿 不管她家里面 开着冷气 把温度调高一点 烤饼干 然后烤完饼干之后 吹着冷气 吃这个雪球 再陪她看看卡通影片 她可能觉得妈妈万岁 对 好 我们这个奶油 大概打散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材料 像我们通常是 这个红茶可以先加进来了 可是如果你发现 现在茶温度太热了 这个奶油会融化 那你就可以 就自己要感觉 稍微要等一下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诀窍了 对吗 就是说这个温度 你有时候自己要感觉一下 如果太烫的话 还不需要冰水 还不需要冰水 就是说你自己在家做的话 你自己要有感觉 比如说这个很烫的话 倒下来它一定 它一个结果 奶油一定会化掉 所以说你自己 大概要稍微等一下 拿捏一下 对 有一点温度倒还可以 其实三小匙 应该还算蛮容易 把它弄凉的 对对 所以说就是有一点点细节 有一点它结果 我们先注意一下 先讲一下 对 味道很香耶 对 很香耶 苏杰你聞聞看 对聞聞看 好香啊 好香啊 嗯 嗯 好你看我们今天的饼干 也没有加蛋哦 它的水分来源就是茶汤 茶汁 然后我们剩下就是这个粉 就把它塞进来就可以了 我们事先塞过了 就直接倒到奶油壶里 好把它拌一拌 对 所以你看今天分量是这么少 如果说你觉得它分量不够 那你就再一匙类推 把所有的分量啊 等比更加 等比对没错 千万不要偏重于某一项 某一项 如果你光偏重于这个茶汤的话呢 说不定呢 它水分太多了 就不均匀了 红茶壶 对 好我们做饼干呢 我们就一再交代 我们这个在最后半盒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基本上烤饼干是不会烤失败的 不会做失败了 好我们就建议大家用这样压的 我们只要油粉啊 压均匀了 结合没错 就是结合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刮刀这样一直搅一直搅 一直搅 它出来的饼干太硬了 就所谓就是有出筋了 对 所以说我通常 我们都会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都会告诉大家 其实你入门的话 你就从饼干做起 饼干吧 饼干只有一点叫失败 就是说它烤焦了 你可以丢垃圾桶了 那是真的没有救了 烤焦有可能小孩子喜欢吃的 那如果说没有烤焦 其实除此以外 几乎没有让你失败的地方了 如果今天你烤一盘饼干 你发现 它白白的 还没有 还不够上色 那还可以再回去烤 还可以再放回去烤 是是是 蛋糕就不见得 蛋糕就不可以这样子 可是饼干是没有问题的 搓成圆球状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让它冷藏一下 让它稍微混合得更均匀一点 才不会这么严守 是 对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在那边录影的话 时间有限 对我们就把它当做 我们已经冷藏过了 稍微一个 它冷藏多久呢 最早20分钟 所以放到冰箱冷藏20分钟 对 其实一定要放到冰箱吗 其实放的就是放到平常室温下 让它静置个20分钟稍微 放冰箱主要目的也就是说 它所有材料在低温状况下 结合在一起 还有就是说主要奶油 在室温下也怕它容易 一直跟它的固体的材料 会渗透出来 主要怕这样子 对 那放冰箱里面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是是是 就怕这样子 好像我们的脸一样 会不停止流 没错 其实你肉眼是看不出来 它融化了 事实上 它在室温下 它那种静置的状态 跟在那个冰箱里面 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尤其像室温有些地方 人家并没有开冷气 家里面厨房如果热的话 那很辛苦 对 要注意 所以说还是要放冰箱里 所以放冰箱的话 你会更好操作 就不会这么粘手了 对 但是这个配方 我们也是常常在做了 如果说你配方分量 没有称错的话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 这不还是不 还蛮好做的啦 嗯 操作起来不会 对 搞得到处弄的 脏兮兮的 但是很奇怪哦 做饼干还是做任何的一个点心 它需要静置 需要松弛 必然有它的道理 对 它在冰箱里面松弛20分钟 除了说让你不要这么粘手以外 还有其他的意思就是说 它会所有的材料混合的 充分的密室在一起 混得更均匀哦 它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给它一点时间就对了 对 对 好 把所有的这个面团呢 拆成 等份等份 我们也不用刻意的 不需要去撑 对 你自己抓一下 你自己就有感觉了 大概是这样子的分量 它烤完也不会膨胀太多嘛 不会 那还有就是我们做雪球 我们的经验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说我们有时间的话 这个动作可以揉久一点 揉久一点 对 揉久一点它烤的时候 表面才不会裂 还有就是说 它出来的形状 会比较力 可是揉久一点 不会有出筋这样子的 不会 不会 看到那边哦 孟老师告诉大家 只要按照孟老师 告诉大家的分量来做 就一定不会失败 对 除非烤焦 对 你看孟老师今天 提供的这些材料 你看 烤完了以后 这里面剩下的都没有 连这一点孟老师都做得非常精准 更何况是这个饼干 失败的几率更会 这样进烤箱呢 要多久 差不多烤这种烤箱的话 这种分量 差不多烤20分到25分 温度 也是一样温度 差不多180度就可以了 好 180度的温度 放进去 烤20到25分钟 这个雪球比较厚 我们一个诀窍就是说 你当你烤完20分钟 你发现它已经上色了 有一个小诀窍就是让它 在里面再继续焖烤 火已经关掉了 你在焖烤的时候 它里面会更酥 因为它比较厚嘛 是是是 对这个是一个小诀窍了 小诀窍 烤完了关火了 先不要急的拿出来 先放在里面 嗯嗯嗯嗯 好 待会儿就来吃这个好吃的 红茶雪球 红茶雪球 红茶雪球的四六大缸 首先我们先将红茶包用剪刀剪开 并且将里头的茶渣倒出来 加入适当的热水略为浸泡两分钟 使它成为浓缩茶汁 接着我们将细砂糖 胡椰奶油 盐一起倒入搅拌器里 搅打均匀 然后再加入已经泡好的浓缩茶汁 并且筛入面粉 轻轻地将它拌搅成为面团 然后我们将拌好的面团放入冰箱当中 到约冷藏二十分钟 冷藏好了以后将面团取出 并且用手取出适量的面团 搓成圆球状 铺排在烤盘之上 送到上火一百八下火一百六十度的烤箱里 大约烤二十分钟左右 烤好了以后将一个个烤好的饼干 表面上走撒上少许的糖粉 就完成了这一个淡淡的伯爵红茶风味 口感细致绵密的红茶雪球了 虽然这个名字叫做红茶雪球 不过吃起来好像日式的小典型 那个小麻糬的感觉 好可爱好可爱 饼干其实是饼干 这个帮我用手刷吧 你们两个都很贵 因为我觉得它好像应该是软软的 就没想到是硬硬的 完全还是饼干的口感 那你就吃吃看 红茶渣跑到里面去 会有什么恐怖的感觉啊 会不会 我吃饼干很神奇的表情 今天觉得很神奇 因为它吃下去就入口即化 而且很酥酥脆脆的 很非常香 刚才零送到烤箱里面去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们 因为它稍微厚了一点 所以呢烤完了以后呢 可以把那个温度 即使烤箱跳掉了以后 继续放在烤箱里面 稍微闷一下 对 闷完以后就会有这样的酥酥的 酥酥的感觉 对 还是因为它加了小苏大粉 没有 我们里面没有加小苏大粉 没有啊 为什么有这么酥酥的感觉呢 就是进到嘴巴里面 很酥 嗯 然后呢如果喝一点水呢 整个这样全部冲下去 你觉得有没有一点 茶的清香味道 很淡 我一直 我一直试图的想要在嘴巴里面 去寻找那个清香的感觉 嗯 如果好像已经被一些 有那么一点点的清香味道 有一点大 但是也了 整个口 口口口里面会觉得有一种茶香 有 然后更好玩的是 鸭齿咬下去好像在吃绵绵冰这样 哗哗哗哗 它不是咬 它是一直化下来 一直化下来 会融化的饼干 好奇怪 好奇怪 还是有点茶香味了 有有有 有茶香味 不过吃到嘴巴里面去 因为它 在嘴巴里酥掉的那个感觉 已经 让你觉得很驱惊了 取代了那个去寻找茶香味 我想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少 吃到的饼干会有这样的味觉 但我们想要请教孟老师 就说像这道点心 它最重要的药剧是什么 因为我们讲半天就没吃过 形容不出来 可是它的药剧是为什么会做成这么爽口 结果你刚刚觉得这么爽口 这么酥 这么松的感觉 它里面主要是没有蛋白 没有蛋的关系 如果今天你有加蛋的话 这个口感会比较脆 不酥 是 对 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 还有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们要让它烤得更立体一点 我们有个诀窍就是 送入烤箱之后 温度不能太低 所谓太低就是不要变成150 160这样慢慢的烤 因为我们烤饼干 本来就是要求低温慢烤 可是雪球就是要让它定心 你可以开始高温一点 让它瞬间定心了以后 你再把温度可以再调低一点 观众朋友如果在家里面 试着去做这道点心的时候 建议大家 就是今天这个大小最好 因为它里面非常酥的感觉 所以你把它做得大的话 你恐怕 也许烤不透 拿的时候很容易就碎掉了 或者一咬全部散掉了 所以这样子的分量 大概两口一个是刚刚好 而且这可能这么样的大小 你可能吃到五六口 因为很舍不得把它吃掉 会慢慢品尝 这样的茶点应该非常棒 非常谢谢孟老师 跟我们推荐这么好吃的 红茶雪球 你要试试看 因为不时会后悔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雪球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